大腦會相信一直不停講的謊話 那它就變真的 現在科學家擔心的辨識 長久的指路為馬會積飛成事 使人失去分辨的能力跟善的本性 那一旦真假不分社會就沒有公義 功德就會墮落 私德一定敗壞 心火可以燎炎 雨穴可以潰堤 當謊言滿天飛 人們無所適從的時候 這個社會就瓦解了 我們現在這個社會 有很多人是為了利益他會亂講話 那為了利益亂講話沒有什麼稀奇 是有人開始相信 而且大量的人開始相信的時候 就是很危險 這宏蘭在講的是說從腦神經科學的研究 為什麼這種示威部分很危險就是這樣 那我也常常講說其實媒體是很重要 不會害到本來就已經知道分辨是非的人 他會害到的是誰 害到的就是十幾歲二十幾歲的人 因為他還沒有豐富的經驗去判斷 這到底是真來假的 所以就相信 所以我想彭蘭這篇文章是他從一個腦神經科學的學者去講 謊話講了一百遍以後會不會變真話 他的意思就是說從腦神經科學的研究會 神經科學的研究會 香港人是最近幾歲的研究會 科學的研究會 歐洲雖神經科學的研究會 特報道學生的研究會